宣政反台国人增加居家检疫的人数也不断的在攀升 尤其是在新北市的部分 截至今天下午三点 目前居家检疫的人数呢 已经来到了11,040人 为了避免居家检疫者啪啪噪 乏不怕造成群序感染 新北市将开始进行居家突击检查 市长侯友宜强调 不排除要掉越大楼的监视录影器 严密的来掌握居家检疫者的去向 大电话问候关怀 去公所里干事忙到手停不下来 因为随着反台人数增加 新北居家检疫者夜爆料 因为新北居家检疫 目前追踪人数占全台将近三分之一 位居全台之冠 新北压力大 为了怕居家检疫者啪啪噪 针对密闭空间 警察也开始全力站稿 不听规见的叶子 盘点出来全部站岗 站岗两个人 三个人站在门口 进来一个 查一个帮叶子做好管控人潮 帮叶子做好避人交叉感染 警方两小时换一班 在娱乐场所门口查管控人潮 比扩大零检省人力 民众也认为安心许多 我现在如果被检查 我会感觉 所以大家都有检查 那我进去就应该就比较放心了吧 不到老民 大家都有一点不方便 可是可以让全国人民更好 除了重点是站岗之外 针对居家检疫者如果出现怪怪症状时 新北市也会主动去突击检查 有没有散注出去 难道我们会动用警政 理干事 我们甚至大楼的管理委员会的 录影监视系统的调阅 来了解居家检疫者的趣向 如果真的是恶意的公布姓名 突击检查公布姓名 就怕有漏网之鱼 为的就是要嚇阻该乖乖待在家的人 四处爬爬造 记得陈荣笑语之新北市报道